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针啊 你可以织正针也可以织反针都可以啊 随便你 第二行 然后我们直接制一行反针 第三行 第四行呢 就重复第一行 第二行去织的 第五行我们要换鼻色线来织啊 换线呢 就是在很多视频里也有过教程啊 那我这简单说一下 我们就把线在这根线上去这样打个结就可以了 打个结给它推上来 推到根部的位置 然后就可以开始织啊 这里呢 因为我已经换过了 我们拉起来织就可以了 第五行之法 第一针挑 然后我们重复一针 线下挑一 也就是一针滑针 重复一针 线下挑一 一针 线下挑一 直到航末 最后两针也是一针 线下挑一 第二行 条 然后呢 我们重复一针 正针 线上挑一 也就是针 浮针 重复一阵线上调一 一阵线上调一 也是值得好吗 一阵线上调一 第七号我们依然是用B色线 A色线我们是值六行 B色线我们值四行 然后我们隔两行呢 就是要把这个线的上来压一下 这个是A色线 如果你隔四行再压呢 这个线拉得太长 不太好看 也不太好值 所以你隔两行呢 你把这个A色线的往上压一下 然后呢我们继续用这个B色线往下值 第七行我们依然用这个 鼻色线我们值一行正针 第一针也值 全部值正针 最后一针 你前面是值正针就值正针 值反针就值反针都可以啊 第八行 第八行 第针条 然后呢我们也是 值一行正针 最后针 我是值反针 第九行 第九行我们换A色线来值了 我们直接拎起这个A色线就可以了 我们值一针正针 我们就开始重复去值的部分了啊 一针线下挑一 就是一针滑针 一针 线下挑一 一针 线下挑一 重复这两针 一针线下挑一 一针线下挑一 然后最后一针之正针 第十行 挑然后我们重复 线上挑一 一针 重复线上挑一 一针正针 然后重复这两针 也值到最后啊 重复线上挑一 一针正针 值到航末 然后后面呢 我们就重复这一到十行 循环去值 因为 A线我们值了两行了 后面呢我们还是要用A线 值到第四行 对吧 然后在第五行换笔线这样 反正重复一到十行 循环去值这样子 值出来这个花样啊 这个花样呢比较适合 去值一些儿童的 这种 毛衣啊 帽子啊 围巾也可以啊 毯子也可以 好了 这档课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